体积与容积 那前面教了体积单位的换算之后 我们就要知道一下 体积事实上可以和容积的单位是互换的 那体积和容积到底是什么呢 简单的讲 这边我有一瓶酒精喷雾的 装酒精的瓶子 那体积就是它这个整个 包含瓶子它所占的一个空间 叫做它的体积大小 那容积就是它中间到底能够装多少的酒精 这个叫容积 所以像小时候应该讲国小的时候 我们有学过嘛 一个盒子对不对 它的体积多大 那中间可以装多少东西 那个叫容积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有算过 对不对 还记得小学的题目 所以体积和容积 基本上它单位是可以互通的 体积和容积 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一下 这个体积和容积的单位 要怎么样子换算 好 那我们先说体积和容积 基本上体积的单位就是 一立方公分 对一立方公分 好 一立方公分 这个是体积单位 那换算成容积呢 就是ECC 这个听过嘛 对不对 或是叫做 ENL 对不对 好 就是我们讲 一公错 所以说容积和体积 它们基本上是这样子换 从体积单位换成容积单位 好 那体积单位 我们事实上比较少用到 我们都是用个立方公尺而已 好 那容积单位的话呢 我们会换算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一下 容积单位基本上 我们来讲 就是这几个 饼蛋斗升 隔烧错 好 饼蛋斗升 隔烧错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容积单位 好 一样前面加上公嘛 公饼 公升 公错 好 这三个是我们最常碰到的 对不对 这三个 好 那公升 就是L 这个我们知道 那公饼 KL 前面交过了 K就是加了1000倍的意思 公错呢 就是NL 所以这三个是我们最常用到的 好 所以认识一下 饼蛋斗升 隔烧错 好 那只是这个要念蛋 这个不念斗 不念石 这个要念蛋 然后这个呢 要念隔 好 隔也不念合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 这两个大概 这四个啦 基本上我们现在已经 没有人在用了 很少人在用啦 所以都是用公饼啦 公升公错 好 所以这个我们大概认识一下 这个是他的换算 公饼 公升 公错 好 那这些呢 我们就要大概知道一下 从这样子写完之后 我们就要认识咯 所以说 一公升就大概是1000L 一公升 就是1000NL 一公升就是1000NL 那一公升就是1000NL 对不对 这个我们常常听到的 好 那还有什么像是1KL 当然就是1000公升 好 这个一公饼 好 那一立方公尺 要怎么样换算成 我们的容积单位 一立方公尺 那又等于1后面6个0的NL 那又等于1后面6个0的NL 等于这么多 然后又等于什么东西 又等于1KL 所以一立方公尺就是一公饼 一立方公尺就是一公饼 那这个一立方公尺 我们最常用在哪里 用在我们的水 我们常常听到说 你的水家里用了几度的水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知道 一度水 就相当于你用了一立方公尺的水 也就是你用了一公饼的水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小尝试 我们要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记得体系单位和容积单位 是可以互换 那怎么互换呢 那记得要从这边 一立方公分等于1cc 也就是等于1NL 一公鎖 然后我们什么都要把它换算到最基础的 好 一立方公分再换成一公鎖 再来换 那几个要记得的一下就是 一立方公尺 一立方公尺就等于一公饼 好 一立方公尺就是一公饼 也就是一度水的概念